网友借色20天的心得 工作业绩 精神体力慢慢变好 作者 SHH 各位借友好 今天是墨学借色第20天 有一些感悟 想跟大家分享 其实墨学一直有在借色 算是借色的老成员 会想借色的原因 也是手淫过多 导致身体出问题 工作业绩也不好 但可能我淫心重 加上借色方法用错 所以一直屡借屡破 感到很惭愧 我是用过很多借色方法 始终未能成功 后来在如何借协银网站上 看到版主常分享借友的成功文章 其中最有印象是 房间不要放电脑 大量读经 念佛 立下生活目标 不静观 所以 我也跟住前辈的脚步学习 但房间不放电脑 不太可能 因为放客厅的话 家人又要看电视会太吵 所以我只能放房间 不过大量读经 佛号替换 生活目标 观想不静观 这些我倒能做 然而 我目前借色二十天 用最多的方法 即是读佛经 念佛号 可是说到念佛经 我一开始也不知要念哪一本 因为似乎每本都有人推荐 像是药师经 金刚经 地藏经 普门品 阿弥陀经等 后来 看到网友分享说 药师经可以补经器 我就决定念药师经了 我目前是一天念二遍药师经左右 虽然很少 但我总觉念完精神有变好 很清凉的感觉 而且我行住坐卧 常默念药师流离光如来佛号 欲望一来或是胡思乱想时 就赶紧念药师流离光如来 内心就又清净许多了 佛号替换 这个方法 真的很好用 但最近除了药师经 我又加念大成离文字谱光明藏经 因为看很多网友心得 说才运会变好 我一天念六至十几遍不等 念了三百多遍了 感觉财运似乎有好一点 工作业绩有多一点 虽然默有道大幅变好 但至少跟以前完全默业绩相比 好一点了 所以 我会更加努力念大成离文字谱光明藏经 更努力借色 换句话说 我每天念药师经 在家大成离文字谱光明藏经 所以算是大量读经 感觉内心更加清净 几乎很少胡思乱想 一吟了 大量读经 果然对借色是有效的 最重要的是 千万不能在网络上搜寻A片 不要考验自己定力 不然你会后悔 还有就是 不要让自己有无聊的时候 因为太无聊 你就会上网乱看 很容易看到不该看的 又刺激起欲望 那就危险了 所以 成功借友们说要立定目标 确实很重要 你就不会想要浪费时间在网络上 现在太无聊了 居时 腌 脑 居时 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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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离